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默了 这个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脑海里 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就是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对吧 就是李旦剪个头发不好看 李旦全责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这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理发师问我 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呢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 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 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当然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脚强的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 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 我要变好看 就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套完这个头发 就有一点特别尴尬什么 就是我这个头发 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还不如不打理 真的就是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探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 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探完之后 你得打理 就是 我说我知道 我今天没来得及 就是 全部闹开 这样 突然 分配 millions 点 好